第1266集 叶晨直接开口说道 惊恶的目光看着眼前的身影 这个身影正是外面战神的雕像 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 竟然在这里遇见 现在战神只不过是一缕魂魄 恐怕存活了万年 一想到这里 叶晨肃然起敬 这绝对是一名致强者 一缕魂魄存活如此之久 实力可想而知有多么的恐怖 轮回墓主终于让我等到了 战神的话让叶晨不知道怎么回答 到现在为止 九条神龙也好 战神也罢 似乎都认识自己 更是知道轮回墓地的秘密 女战神并没有理会叶晨疑惑的目光 反而来到她的身边 一双仙仙玉手 抚摸着她的脸颊 你跟我过来 战神说完以后走在前面 叶晨在后面跟着 大约一个时针以后 来到一处棺材的面前 叶晨的心脏忍不住剧烈地跳动 这世间轮回血脉只能够存在一人 而你就是唯一 你拥有轮回血脉想必知道轮回悬碑 叶晨听见战神的话 呼吸有些急促 难道乾坤鲨鱼也有一块轮回悬碑 前辈 你可知道轮回悬碑的下落 这对我很重要 叶晨拱手无比认真到 女战神微微一笑 我已经感受到 你体内的轮回悬碑的气息 这似乎是尘碑吧 尘碑虽然是石块轮回悬碑中最弱的 但是眼下倒是最适合你的 只不过 你的境界终究低了些 但你踏入半部封门 你才能感受到轮回悬碑真正的强大 叶晨听到半部封门 眼眸黯淡了下来 这离自己有些远 如果能找到剩下的几块轮回悬碑 或许有机会快速踏入封门 有件事可能要让你失望了 乾坤鲨鱼并没有轮回悬碑 听到这句话 叶晨不免有些失落 然而女战神继续道 虽然乾坤鲨鱼没有轮回悬碑 但是我知道 剩下九块轮回悬碑的下落 什么 叶晨眼眸瞪大 他万万想不到 这个女战神竟然知道剩下轮回悬碑的下落 那是不是意味着自己可以尽快地凑齐十块 彻底激活血外 他是不是可以在灵武大陆任意纵横 甚至踏碎神国都不是没有可能的 你别高兴得太早 剩下的九块轮回悬碑都不是那么容易能拿到的 曾经十块轮回悬碑分别有十位守护者 你身上有玄月宗的气息 恐怕已经知道玄月宗那块轮回悬碑的下落了 女战神淡淡道 叶晨眸子一宁 激动道 那剩下的守护者在哪里 女战神长叹一口气道 唉 有些人死了 有些人藏匿在深处 轮回悬碑的作用太大了 对那些处于灵武巅峰的人来说很重要 杀人掠宝 在灵武大陆再正常不过 并且 灵武大陆的神国对于此物极其在乎 既然你找到了尘碑 我建议你下一块去找神火学院的岩碑 武道之路操控火焰便等于操控一切 岩碑在战斗中也有极其强大的爆发力 甚至最强状态 不弱于几百饼真神器同时爆炸 夜晨微微一惊 现在他能操控的千兵爆就足以可怕 几十柄时空之兵爆炸惊天动力 而岩碑竟然等同于几百柄真神器 河道仙器 时空之兵 神器 这之间的差距 抬头看着天空 到底是谁让天道怒了 惊雷坠落不知道死去多少舞者 外面的世界仿佛一片烈狱 石棺中一道身影骤然出现 让夜晨意外的是石棺中的男人竟然和他有几分神似 男人抬头看了一眼天空 仅仅一眼天空出现无数的裂痕 这一刻天道仿佛都快要破碎 天空之中传来一道悲鸣的声音 似乎就像是在求饶一样 一眼天道就要破碎 不敢争风 只想着如何求饶 惊雷消失 天空之中突然出现一颗种子 种子散发着夺目的光芒 乾坤鲨鱼无数强者看到那颗种子流露出贪婪的神色 甚至疯狂 这是泰玄道种 传言泰玄道种是天地之初孕育出来的 若是能够得到 自己便代表天道 得到泰玄道种 整个领舞大陆的舞者都要沉浮在他的脚下 这些星辆镜强者彻底变得疯狂 甚至还出现三名半步封门的强者 这些强者一个个飞向虚空 想要去抢夺泰玄道种 然而在下一刻直接消失 泰玄道种消失 所有舞者都不知道去向 机缘这种东西 有的时候实力强大并没有作用 泰玄道种出现在叶晨面前 更是落入到叶晨的身体里面 叶晨感觉自己的丹田里面出现一颗种子 只不过种子静静地待在丹田内 没有任何的动作 泰玄道种叶晨也知道 等待发芽的那一刻 才会展现出一些作用 只不过这个作用是什么 叶晨就不清楚了 泰玄道种只存在传说 谁也没有得到过 此物就暂且藏你身体之中 唯有轮回血脉才有资格孕育 至于能不能发芽 我就不知道 一切看阴光 看缘分 叶晨心中有太多的疑惑 女战神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又为什么知道轮回墓地的事情 她想问什么 女战神根本不理会 五指一握 石棺中的身影竟然涌出了一滴精血 一滴精血静静地漂浮在空中 女战神开口说道 抓住这滴血液融入身体里面 那时候遇见任何事情不要惊慌 叶晨轻轻点头 抓住虚空之中的精血直接炼化 这一刻 她的体内仿佛快要燃烧 体内的血水沸腾 轮回血脉在这一刻 变得彻底狂暴起来 逐渐地 叶晨感觉自己的眼前变得黑暗 时间不知道过去多久 叶晨再一次睁开眼睛的时候 发现一切都变了 妖兽人族不断地厮杀 甚至一些别的种族都在互相地厮杀 恶鬼 阿修罗 一个个杀红眼 脑海里面只有杀戮 这里是六道里面 叶晨看到这一幕有些震惊 轮回血脉正是执掌六道轮回 天道 人道 阿修罗道 畜生道 恶鬼道 和地狱道 在六道之中 整个天空暗无天日 一切的秩序都被打乱 六道全部集中在一个世界上面 阿修罗也好 人族 妖族 死去的灵魂 已经不能够进入轮回 只因为六道之主已经不在 所谓的六道也彻底崩塌 叶晨知道 看到眼前一幕的景象 恐怕和那滴血有关 真正的六道是什么状态 叶晨不知道 恐怕真的和现在看到的景象 一模一样 接下来 叶晨继续行走 发现这些妖兽和人族 根本看不到他 他仿佛从未出现过一样 画面再次一转 叶晨发现在虚空之中 屹立着一个人影 人影正是石棺中 和自己神似的男人 他屹立在虚空之中 仿佛掌控世间万物的帝王 突然之间风云变动 一根漆黑色的手指骤然落下 那男人拼命地用尽手段 然而还是败了 叶晨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还在原地 斩神静静地看着自己 六道已经崩溃 你需要尽快地成长起来 重建六道的秩序 轮回血脉的事情 绝对不能够暴露 要不然 你只有意思 除非超越那人 才有一线生机 现在 灵悟大陆的六道 归神国那位掌控 你根本没有资格抗衡 叶晨一正 犹豫了数秒 还是问道 那个男人究竟是谁 女战神平静地 看了一眼叶晨 曾经凌驾于神国之上的存在 你真的以为 你只不过是一个 出生在华夏江城的少爷 从你出生的那一刻起 那男人和权力的博弈 便已开始 你是一枚棋子 亦或者不是 因为 这一盘棋 只有你一枚棋子 而你对面的 却是真正的滔天权势 和无数人仰望的存在 神国已经有人察觉到你了 你的时间不多了 进去吧 叶晨发现 自己的面前 出现了一座密室 你自己进入里面 能不能得到那人的承认 看你的造化 叶晨轻微点头 推开密室的石门 走了进去 一进入里面 发现密室并没有任何的东西 突然之间出现一道人影 人影浮动出来 叶晨看了一眼 发现正是那个石棺中的男人 击败我 不过 境界都是核道境九层天 两者都是同样的境界 叶晨拿出血魔剑握在手中 他的一双眼睛 逐渐变得凝重起来 虽然都是相同的境界 但是叶晨并不认为 会轻而易举地击败他 叶晨手当其冲 一个剑步直接冲过去 在他冲过去的一瞬间 虚幻的人影并没有任何的动作 反而伸出手来一指